专访,认为刘卓轩最催泪创作。 男歌迷经历丧妻丧女的伤感故事。 一首歌一个故事,果真如此。 基于商业考虑,为了让歌词旋律更容易打动听众,提升传唱度,创作人往往会把无中生有,幻想出来的洒狗血情节放在歌曲之中,所以很多时流行曲的创作背后,未必如此动人。 然而今年香港乐坛却出现一首单曲《含有的写实》,创作百分百元于真人真事、欠人心肺,更与陈奕迅的《落花流水》有所关联,当时他哭着走过来,半跪着向我点了一首Eason的《落花流水》,说是献给他离开了的妻子和女儿。 负负责唱作《流水》《落花》的原位刘卓轩,向记者分享一个比韩剧更凄惨的伤心故事。 摄影,叶志明,男歌迷又哭又贵点唱《落花流水》。 2016年11月25日,Renry照常地在关塘海滨Buskin,造就了他与一位叫阿康的男子相遇,当时他哭着走过来,半跪着向我点了一首Eason的《落花流水》,说是献给他离开了的妻子和女儿。 在往后的每个星期五,我在同一地点Buskin时,也会看见他的身影。 作为一位创作人的好奇心驱使下,终于有一次我走过去,请求他分享自己的往事。 毕竟都是陌生人,阿康和Henry彼此先在Facebook上成为朋友,后来阿康透过网络,将自己的故事向对方娓娓道来。 8年前,阿康正准备与未婚妻结婚,可惜天意弄人,他的未婚妻却在海上孕溺离世。 验尸时,更发现原来他的未婚妻刚刚怀孕。 其实当时胎儿并未完全成型,所以分辨不了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。 不过阿康与未婚妻也一样是很喜欢女儿,所以阿康便认定了,胎儿应该是一名女生。 虽然阿康年纪并不算大,但Henry形容他是一位很传统的人,因为他跟我说,悲剧发生后,他守墓守了三年。 其实最初我不太明白守墓是怎样的一回事,但从他自理行间的描述,我大概知道了他没完也会到妻子坟前探望他,看看他有没有新朋友。 阿康更表示完全对此并不害怕,甚至在那里睡觉也没有问题。 悲剧《重林》。 阿康在经历丧女之痛。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,阿康一逐渐从阴霾当中走出来,并且在婚,可惜服务重置或不当行。 认为表示,我想也不是太久之前的事情,她建立了一个新家庭,而新的太太也有了小朋友。 我在她的Facebook当中看到,她们买了好多婴儿用品,BB车,等待迎接女儿出生。 怎样她在下一个post就是她的BB男产离开了。 这件事情很快成为一个触发点,令阿康与当时的太太闹离婚,最后连家庭也失去了,自己一个搬到关堂入汤房。 认为表示,当时我终于明白,为何她每个星期五晚上也会有时间来听Busking,她永远也是由头听到最尾,直至我结束表演她还未离开,因为她真的是古身艺人。 落花流水,将生命循环,流水落花欲放过自己。 在听过阿康的故事后,认为一直也很想为她写一首歌,但一直也未有灵感,整年过去了还是未写出来。 有一次,认为到台湾工作,在飞机上看着窗外微微细雨,灵感便突然出现。 认为道,一小时内我便完成了这首歌的曲词,因为在飞机上,升至云层时,对绝人类的渺小。 当时我便想起了阿康第一次演唱《Eason》的《落花流水》,歌词摇出人就像雨点,可以成为云,也能落于地上。 生命就像一个循环,可能阿康的前任为婚妻和女儿早已不蒸发成云,在天上等待住,终有一日她也会上去,又或许她们会再下来。 认为意想集中歌词提醒阿康,不要让自己刻意过得不快乐,令自己的心好受一点,可能我们会觉得,如果自己过得开心,好像便对不起离开了的人。 但其实不会因为流过这些眼泪,便等于你兑现了这份爱。 阿康看过《流水落花》的歌词后,也像是释怀了不少。 在《流水落花》拍摄MV当天,阿康也特意来观看拍摄情况, 《流水落花》也几次在探望一年未见的她。 再次见面,《流水落花》却发现阿康的手被纱布包扎起来,疑问之下,原来阿康丧失了工作能力,本来在地盘操作机械的她,因病而失去了关节的活动能力,结果一年也没有工作。 当不幸降临自身,与有确诊及尊癌。 与阿康的相遇,为原来带来很大的冲击。 为何一个人经历了这么多事情,到现实她还可以如此从容地面对困境?这对我影响很大。 不过生命总是充满磨练与劫难,就在《流水落花》刚推出的时候,Linry的女朋友也被确诊癌症,验出来的时候,发现已经是癌症的中期。 一起确诊的过程,深信旁人也会感到痛心,最初她整个人也不能躺下,不能坐下,只能长时间地站住。 当时我还以为她是拉伤肌肉,最深刻是我陪住她,90多个小时我们也没有睡觉,就是一直站住,直至她体力不知跌倒在地上,我们才敢去急症时,那是一个很恐怖的经历。 因为生命中存在种种不幸,把Henry训练得非常坚强,我记得我生命中最深刻,最担心的一天,便是女友做手术当日。 因为那时我爷爷也刚刚过身,而爷爷葬礼那日,正好也是女友做手术的日期。 当时我在爷爷的葬礼当中,一直在担心女友的手术情况,本来两个半小时的手术变成四个多小时仍未完成。 医生出来后跟我们说,她的癌细胞因为深入神经线而未能完全切除。 每当一件事情完成后,又有事情接种而来,亦因为如此,Henry认为自己的心更需要变得强大。 每个活着的人也是幸福。 遇到这类事情,一般人可能会觉得像是天跌下来,尤其是这么年轻便要面对癌症,而身旁的Henry也不断寻找心理的安慰。 对,我想起了我写给阿康的这首《流水落花》,原来某程度上也是写给我自己。 当阿康经历了这么多,今日他还可以从容面对,对比起来,我又怎能过不去。 与女友相爱六年,彼此早已将对方视为生命中另一半,突如其来的重病,反而也因为保持乐观,现实他已正在接受治疗,做了手术,下一步将会接受电疗。 其实这一切也是福分,因为看过阿康的故事,我发现上天有权一下子便拿走你的所有,但现在我们有机会发现这个病患,可以慢慢接受治疗,让我们一起面对,我却信我们其实是幸福的。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